近日,中国赴美访问学生李莫在微博购买回国机票被骗一事,经中心社报道,引发社会关注。被诈骗的学生李莫说,事发后,他第一时间联系了美国警方报警。 道地警方表示,因双方银行均在中国,需由中国警方介入案件调查。随后,李莫向诈骗账户开户行所在地江苏省淮安市警方报警。 能不能帮你这个对方账户进行这个冻结?你一定要在淮安报警的话,需要你本人到淮安来,直接到对方那个开户行所在那个银行,然后打110报警,我们会安排人出警。 到时候,根据你这个情况,看看我们这个案件是不是由我们这个淮安警方来受理。 记者调查发现,涉嫌诈骗银行账户的开户企业为淮安奔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。 据企业工商查询平台显示,该企业成立于2020年5月9日,注册资本为500万元人民币,注册地位于江苏省淮安市青江浦区, 经营范围主要涉及网络技术服务、互联网销售、服装日用百货批发、电子元件批发等,其中并无机票票物代理服务。 近年来,跨国电信诈骗案件评发,由于案件涉及两个或多个国家和地区,存在多个管辖的司法机关, 因此容易在立案环节出现相互推诿,造成被害人立案难的局面。 这类案件,留学生居住国和中国警察局或公安机关都有管辖权,留学生可以在居住国报案,也可以向中国的公安机关报案。 对此,律师表示,根据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,刑事案件由犯罪地的公安机关管辖,那么犯罪地究竟如何界定呢? 犯罪地包括犯罪行为发生地和犯罪结果发生地。 犯罪行为发生地主要包括犯罪行为的实施地、预备地、开始地、途经地、结束地等。 犯罪结果发生地主要包括犯罪对象被侵害地、犯罪所得实际取得地、藏匿地、转移地、使用地、销售地,包括犯罪分子、户籍所在地和离开户籍所在地最后连续居住一年以上的地方。 因此,针对涉及跨国的电信诈骗案件,律师建议,受害者可前往涉嫌诈骗者所在地公安机关报案。 那么为了便于争取早日将犯罪分子绳制依法,可以选择去犯罪分子提供的银行账户开设地、公司注册地、或实际经营地、户籍地的公安机关立案。 如果相应公安机关拒绝立案,可以对不予立案的决定申请行政服役和复合,也可以向当地同级的检察院申请立案监督。 如果被害人有证据证明对被告人侵犯被害人的人身财产权利的行为,应当以法追究刑事责任。 而公安机关或者人民检察院不予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,可以直接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起诉。